大家好,我是艾迪 最近购买了一台富士的GFX50S2中画幅相机 大家对它也是非常感兴趣 升级这个中画幅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原有的这两台XT3当中 有一台经过长期的折腾传感器上出现了一个坏点 拍照片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视频就会影响特别大 后期不好去掉 所以面临着被迫更换 第二个原因是1024这只镜头 在夜景拍摄的时候 明显比其他的镜头通光量要低一些 最近我还发现它在成像素质上有些不满意了 综合这两点 我面临的是趁机升级一个有防抖的相机机身 而目前能选择的恐怕就只有XT4了 但是说不定2022年就要推出XT5了呢 所以有点不甘心 思来想去咬牙一跺脚 干脆直接升级这个中化幅吧 防抖机身有了 像素也有了 顺便呢尝试一下它这个定焦广角镜头 GF23 F4 那对比我手上原有的这个组合 富士XT3和1024变焦广角镜头 以及现在富士中化幅50S2和23定焦广角 这本来呢就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但是啊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好奇 中化幅到底好在哪里 价格相差足足有三倍 真的有那么好吗 到底值不值得升级 下面呢就开始今天的自杀性对比测试 以及我在使用第一个月的直观感受 GFX50S2作为富士中化幅系列当中的第五个机型 也是第一个二代更新的产品 那习惯不买第一代产品的我呀 这一等就是四年 那如果算一算的话 看上富士中化幅 实际上要早于我购买XT3的时间了 所以可以说呀 是酝酿已久 一直都在默默的关注着 它呢作为一代GFS50S的升级产品 二代在体积和外形的设计上呢 都做出了非常大的突破和改变 体积呢变得更便携了 设计上也要更为简化 并且呢还添加了机身6.5档的防抖功能 这都是不小的突破 经过四年的进化 它呢终于变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拿到这台50S2之后 最直观的感觉呢 就是操控上的区别 那像我之前使用XT3已经三年多了 可以说已经对它的操作产生了肌肉记忆 当我拿起这个50S2的时候啊 经常是不经意间去按同一个位置的按钮 结果发现以前这个照片回放键啊 现在已经是删除照片的按键了 那菜单里的选项啊肯定也是找不着了 这些都是短期内习惯保改的问题 也就是说用起来没那么顺手了 但是新的机型一定是在操作上做出了更新和调整 它肯定是进化的 比如现在的按键布局 以及功能菜单的位置 那实际上都是更人性化了 比如说这个Drive键啊 它改的就超级棒 那以前想要设置各种包围呢 需要先切换模式 然后再进到菜单里去翻 现在呢 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快速选择了 这对我的操作习惯来说可太好了 视频和照片模式的切换键呢 是从RXT4上就出现的设计了 它呢也被沿用到GFX50S2当中 现在啊终于可以不在照片模式下 看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视频菜单设置了 那相比XT3的复古拨盘设计 GFX50S2改为了这个电子监屏 这是在XH1中就受到一致好评的设计 并且呢 它可以切换三个不同的模式 当设置为电子拨盘的时候呢 显示为当前曝光参数 那关闭相机之后呢 这里会仍然亮着 直方图模式呢 是我最喜欢的显示方式 关闭相机之后 这里啊就不再显示了 第三种呢是复杂的参数显示 那除了曝光参数还包括拍摄章数 白平衡的显示 也是关闭相机之后 它会仍然亮着 曝光补偿的设置啊 移动到了这个角落里 害得我呢找了大半天 大晚上的在码头也看不清楚 早上起来呢 我才发现 哎 藏这儿了 那总体来说 50S2比较容易上手 对于复式老用户啊 很快就能掌握 因为它和原来那个XF系列啊 区别不大 新复制用户呢 可能需要适应一下系统和菜单的设计 但是整体来说呀 复式的设计还算是很有善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 上边的所有波罗和按键 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甚至呢 您可以更改这些波罗的旋转方向 屏幕上显示的所有内容 也都是可以关闭和打开的 那无论是XF系列 还是这个GFX系列 它们都是一样的 那这导致很多小伙伴觉得 自己的相机和我的不一样 所以啊 细读说明书 还是拿到相机后 第一步必须要去做的事 那非常的有必要 至少呢 您能知道 每个按键 它的功能和位置 现在呢 我已经通过几次拍摄 把快捷键都设置成 我自己需要的样子了 现在呢 用起来自然就顺手多了 要和相机培养感情 唯一的方法就是多拍 多练 熟悉之后呢 就可以所向披靡了 和原来的富士XT3相比 除了操作上最大的不同呢 当然还有外观上的巨大差别 虽然说这一代中华服啊 已经在外形上做到了很便携 但是呢 仍然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它和XT3在体型上 绝对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50S2明显呢 就是拿在手里久一点 就会感觉到 手腕的酸疼的那种体积和重量 50S2机身重量呢 是900克 这个23定胶 它的重量是845克 加在一起啊 差不多将近4斤重了 而XT3呢 是540克加上这个1024的镜头重量 也不过是925克 这差不多就是50S2机身裸机的重量了 所以我呢 现在的负重增加了一倍 背的时间长了 会明显感觉到后背腾了 那还好我并不是经常拿着50S2进行过多的手持拍摄 对于我这种小身板来说 它握在手里 确实感觉要大了一些 那不过作为一台中画图相机 它能够做到和DSL2几乎一样的体积和重量 并且还有机身防抖 那确实是证明了科技的飞速发展 整体来说 50S2的功能啊 还都和富士XT3差不太多 菜单编排的顺序啊 稍微有这么一点不一样 在功能上 50S2呢 多了一个RAW的压缩格式 在XT3上啊 是完全没有这个压缩格式的 这对延时摄影这类拍摄量比较大的题材来说 可以节省不少的空间 我呢 现在所使用的是256G的内存卡 在未压缩的格式下呢 可以拍摄2356张 无损压缩4578张 而这个压缩格式呢 可以拍摄6680张 压缩格式可以为内存卡节省至少三分之二的空间 那对比了一下这三个不同的压缩格式的原片啊 我确实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我呢又加了一些后期的调测的常规操作 甚至还稍微的提高了一下曝光 来看一看它的噪点 这三种格式的差别呢 还是微乎其微 那看来啊 我觉得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用这个无损压缩格式去拍摄了 那既然都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压缩格式呢 这个是因为不同的后期软件呢 它支持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您需要根据目前所使用的后期软件 来选择相对应的压缩格式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功能 在50sr上出现 我呢都是首次接触 还需要进行深度的研究 比如说这个高ISO降噪功能 还有就是像素漂移 当然还有大家比我都要更关心的话题 全新的胶片模拟效果 这回呢我终于有新的胶片模拟了 可以研究一下了 两秒自拍快门的设置呢 现在终于有记忆了 关闭相机再次打开 依旧在两秒自拍快门模式下 这在XT3上啊 是要在每次关机之后 都需要在打开的时候 重新设置一遍才可以 我呢可太喜欢这个记忆模式了 终于到了自杀性对比的重要环节了 咱们先来对比一下传感器尺寸吧 那光看传感器的尺寸啊 只能感受到硬件的不同 那么传感器尺寸对照片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 将这两台相机拍摄出来的肉圆片叠加在一起 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尺寸的差距了 大的呢是50s2 小的是XT3 需要注意的是50s2啊 它的传感器尺寸呢 是传统的4比3 比较的偏方形 而APS-C呢甚至是全画幅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尺寸呀 实际上是3比2的 两边呢就会比较长一点 那这一特点也意味着中画幅相机更偏向于纸质打印的用途 不需要进行裁切 在拍摄的时候 构图呢也不再受到影响 直观的就可以看到4比3的比例了 其实在这个50s2当中啊就有一个35毫米的切换选项 它呢可以强制前期拍摄的文件就是3比2的比例 那由于中画幅4比3的比例 在后期如果您想要裁切成3比2或者是16比9的话 这就意味着照片上下很大一部分会被裁切掉 那这样做是否是个浪费 那就看您如何去看待和解析这个问题了 我呀认为还好 传感器尺寸的这个比例区别呢 是中画幅不同于其他传感器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在画质上的期待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为了追求更清晰细腻的画质 甚至在极度放大之后 仍然能够很清晰的看到那些细节 50s2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我对画质方面的相关测试 但是在看样片之前呀 我想先提一下富士的RAW文件 在Lighton当中的解析问题 目前最新版本的这个Dobby Camera Raw呢 已经支持了50s2的RAW文件了 所以解析它不是问题 而以往富士用户最大的困扰呢 就是解析出来的RAW文件呀 放大看会很模糊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涂抹感 像树印这样微小的细节会出现小色块 再放大看呢 就会看到现状的色块 总之这个问题是每个使用富士 XF系列相机的人都懂的 但是当我在Lighton当中第一次打开50s2的拍摄的RAW文件的时候啊 我傻言了 这问题完全不存在 并且呢在镜头校正这个功能当中 它居然可以自动识别出来我的相机和镜头型号 哎 既然中画幅可以做到 那么为什么XF系列不行呢 我不太理解 首先呢咱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只镜头的最大光圈 它们同样都是F4 我的对焦点呢放在了这个望远镜上 由于照片尺寸呀相差呢将近有一倍 所以如果对比同样大小的画质的时候呢 XT3它的显示为百分百大小 而50s2呢想要和它一样大的话 要缩小到66.67% 所以呢在下面的所有对比当中 大家都要记得右侧50s2啊 它其实圆尺寸呢要比现在看到的更大一点 这布比啊还真是不知道 以前呢我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1024这个镜头啊 它在F4下的景深还挺大 可以看到对岸的建筑呢都比较的清晰 而23毫米的这个背景虚化效果呀 相比较来说呢就要明显很多了 那介乎于这个特点呢 23这只镜头啊 它在拍摄风景的时候 F4呢就要慎重使用了 而1024呢尽管景深比较大 但是它的细节呢其实也并不理想 中央区域的画质呢还说的过去 但是如果您往周围看呢 就会发现开始不如中间的画质好了 所以对于风光摄影来说 它的F4呢基本上也不可用 咱们呢直接跳到光圈F8 在23毫米上啊 仍然有明显的景深虚化效果 这也是第一次两个镜头的景深呢 非常的接近了 差别呢体现在左侧的栏杆 50s2的金属纹理呢要更清晰一些 下面这个金属的光泽和颜色呢 要更有质感 放大到200%呢就可以看得更明显了 分别给它们加一层锐化效果 那XT3它的细节极限呢也就止步于此了 由此可见 中画幅对细节的处理上呢 确实要拥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 光圈F16的对比呢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了 所有我关心的问题点啊都在这里有了明显的结果 那通常呢在XT3上我是根本不会使用F16这个光圈的 它呢会比较的偏软 但由于23毫米这只镜头它最小的光圈是F32 那么取中当件的数值F16就变成了它锐度较高的光圈了 可以看到左侧XT3这边啊 细节边缘呢不够锐利 远处的建筑啊甚至有些模糊 而23毫米这边呢彻彻底底的哪都清晰 对焦点呢也就是这个望远镜 您看下边这个黑色底托 在光泽和质感上的表现呢依然非常出色 远景的建筑细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这个市政大楼顶端的小金人 不仅可以看清它的外形轮廓 还能看到它原本的金色 而XT3这边呢差不多就是糊成一片了 小人也没什么颜色了 而作为广角镜头啊 边缘画质也是需要考虑的 对比左下角呢也就是栏杆的延伸部分 50S2的边缘控制啊明显要好很多 铁丝网的轮廓清晰 甚至呢还可以看清铁丝上的一丝丝纹路 那边角也没有出现广角镜头那种强烈的拉伸积变 1024这只镜头啊 我就发现它问题最大的呢 就是它的边缘积变 四角位置的变形啊 其实算控制的比较好的了 但问题是照片两侧的成像呢 是让我最不满意的地方 可以看到两侧接近边缘的位置呢 细节都变得比较模糊 右侧蓝色的建筑呢 基本上就已经看不清上面的纹理了 下面建筑的窗户呢也都变得很模糊 1024的这一问题呢 在光圈F8和F11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所以呢这也是我想要换掉它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光圈F22呢就更不用说了 它是1024最小的光圈 基本上也是软的不行 处于一个完全不可用的状态 23毫米的画面呢也略微开始变软 但依旧呢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和它自己在F16时的表现呢 其实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下滑 该清晰的位置呢依旧还是清晰的 对最小光圈F32的效果呀 我发现确实有严重的清晰度下降了 经过以上的对比呢 可以总结出23毫米这只镜头啊 它的最佳光圈为F16 最小可用光圈为F22 在F14到F11之间仍然有一定的景深 边缘画质和即便呢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这说明啊我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其实啊想要换中画幅呢 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想要用上这只23毫米的定焦广角镜头啊 才是最吸引我的 所以这也正说明买相机前 您应该考虑的是镜头群 而不是某个相机的型号 在热光下拍摄特别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 阳光直射产生了强烈的阴影 那光比呢就会非常的大 让照片看起来有些阴阳脸 通过后期提高暗部的曝光呢 就会比较容易产生噪点 那这样的问题在白天拍摄呀 普遍都会遇到的 使用50sr最直观的感受呢 就是它的宽容度的强大 不仅在拍摄的时候对曝光的控制很柔和 在后期提高暗部曝光的时候也没有很多的噪点 这个呢是我比较想要和满意的结果 白天强光下的拍摄呢 从此也更有信心了 其次呢是夜景的拍摄 纽约呢是一座不夜城 广告牌和楼体上的灯光都超级的亮 而没有灯光的地方又特别的黑 那如果是拍摄单张照片的话呢 可以使用包围曝光来进行合成 但是延时摄影的自由度啊就没那么高了 尽管我之前拍摄的素材效果看起来还都不错 但是对于我来讲仍然不够完美 其实呢XT3在蓝光时段之前的表现 除了逆光日落偶尔无法驾驭之外 都还算是让我很满意的 但是在完全入夜之后 暗部的曝光再提亮 就会产生噪点和模糊的细节了 所以我呢把这个希望寄托于50s2的宽容度上 这是一张由50s2拍摄的欠三档曝光的照片 可以看到照片当中曝光严重不足 通过后期提高前面的暗部曝光啊 噪点并不是很多 而细节的锐度保留呢 也在我认为比较满意的范围之内 那换到XT3和A1024拍摄的同样为 欠三档曝光的照片 噪点控制啊 其实也算还好 但是细节呢 就会出现严重的色化 前面的这些植物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模糊了 上面的这些对比结果呢 也许会让您错以为 富士XT3的画质完全不行 但别忘了 这些对比呢 都是放大到200%才看到的 当两张照片在同样大小 放大在显示器上看 其实差不多 放在手机上呢 就更不用说了 而我之前用XT3在航拍当中的极限表现 也是放大出来 刺化严重 噪点极多 但是最终打印出这么大的尺寸来看 细节画质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更换了相机和镜头之后呢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周边的配件了 那由于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型 目前可以选择的并不是很多 我找了半天呢 也没几个 最终啊 我选择了这个Small Rig Small格的L快装板 它居然是和100S通用的 可见呢 在外观设计上 这两台相机啊 是完全一样的 镜头的口径呢 从我之前最大的77毫米 现在呢 就变成了这个82毫米了 滤镜和转接环的组合呢 也发生了变化 原有的移动电源 仍然可以在50SR上继续使用 也是可以边拍边充电的 哎 这可太重要了 能救命啊 这个快门线呢 也是可以继续用我原有的GGC 所以整体来说还好 对于富士老用户来说呀 重组的这个配件投入成本呢 并不是很高 在这儿啊 必须得吐槽一下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富士的新机型呢 它就只给这么一个充电线了 没有做充啊 我还是真不适应 所以呢 我自己呢 买了一个原装的 好家伙69美金还挺贵 新买的这个做充呢 还是一个双电池槽的 所以啊 看着空荡荡的一边呢 好寂寞 为了给它配对啊 我又花65给它买了个电池 50SR的续航呢 其实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新款的这个W235的电池容量呢 它是2000毫安的 原版的这个呢 是1260毫安 所以它将近是原来的两倍续航 现在一晚上反正拍1000多张照片啊 电池还有两个链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呢 差别确实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下好了 我拍岩石呢 终于不用在中途换电池了 如果您正在寻找的呀 是一台拍摄高速题材的相机 比如说去拍摄那种运动 赛车 野生动物 鸟 或者是舞蹈啊 演唱会 甚至是婚礼 或者是活动的现场 只要是这个被拍摄的物体呢 它是在不停的移动的 而且呢 这移动速度还挺快 诸如此类的题材呀 您想是那种连续拍摄一系列的动作 然后从这里边选取一张完美的瞬间 哎 那么您现在呢 就可以把这台相机 从您的购物车和收藏家里边删除了 富士中化服这个GFX50S2呢 并不是为高速而生的 因为它的连拍速度呢 只有每秒三张 连拍的上限呢 是13张RAW 哎 您听一下 一秒三张啊 可以说是我用过的连拍速度最慢的相机 所以说呢 想要用它去捕捉那种快速的动作呀 几乎不太可能 因为刚才我这个快门速度呢 是四百分之一秒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说 它完全不能去拍那种高速 当然硬要拍呀 也是可以的 但这意味着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会错过关键的瞬间 哎 最关键的这个动作刚好被卡住了在那个三秒连拍的空隙里边 您说尴尬不尴尬 总之这类高速题材呀 使用这台相机去拍摄会比较的类型 除此之外呢 这台相机呢 也不是一台为视频而生的机器 虽然它有五千一百万的像素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连4K拍摄格式都没有的 所以如果您想要的是一台同时能够兼顾视频和拍照的机器 它呢可能也不太合适 尽管它有这个视频模式的快速切换的开关 但是啊 我估计我永远都不会碰这个切换键的 那么这台相机到底适合谁用呢 我认为一切静止或者是移动比较缓慢 可以控制的题材 其实它都可以上任 比如说摆拍的人像写真 那这个相机里边啊 发现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光滑皮肤效果 还有呢就是产品的静物广告 相机内有一个叫做像素漂移的功能啊 可以让您直接拍出两亿像素的图像 还有呢就是那些常年在三脚架上的拍摄 比如说我平时拍的城市风光建筑 在这些题材下呢 您也许永远都不会触碰到 一秒三张连拍速度的这个硬指标限制 那么相比各方面都要更优秀的那个GFX100S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买这个缩水版的50S呢 比如说我 那这里边主要针对几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首先呢 我并不会用这台相机去拍视频 所以100S的4K视频功能 对于我来说是绝对没有吸引力的 那其次100S最大的诱惑力 就是它拥有一亿的像素 我呢肯定也是眼馋 所以啊 这就面临了一个很艰难的抉择 面对一亿像素和只有它一半的5100万去对比 哎 怎么都觉得这个后者它不划算呀 但是呢 我考虑到自己的这个周围硬件 可能会对一亿像素跑起来呢 有些吃力 包括这台台式机和笔记本 因为我呢 可要是去批处理上百上千张照片的 像这个50S2它未压缩的RAW文件已经在了100兆左右 原来的XT3呢 大概是50兆 在网上呢 我找了一下100S呀 它大概拍出来是140兆左右 所以差不多这三个呢 就是成倍的增长比例 我呢 现在用的还是这个2017年款的普通的低配iMac 在这个Lighton当中啊 导入这台相机拍摄的517张照片 完成这个构建标准预览就花费了50分钟 所以单张处理的后期时间成本呢 会比原有的XT3增加一倍以上 而且目前呀 硬盘的价格呢 也是稳稳的不降价 预计每年硬盘的投入也至少会变成两三倍 但是呢 如果我买的是这个50S 至少硬盘投入可以减少到两倍了 所以数据处理和存储备份呢 都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毕竟套材才是最花钱的隐性消费 您可能在升级完相机之后 发现 哎 内存卡太小了 硬盘很快就被填满了 电脑也跑不动了 软件也打不开了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呢 更现实的问题呢 也会出现 100S它的售价为5999 并且啊 长期处于一个没货的状态 50SR呢 它预购的时候就是3999 足足省下了一个镜头的钱 众所周知 中画幅的镜头价格呢 也是不便宜的 基本上呢 就都是2000左右的价位 综合各方面的考量 最终呢 我决定先下手这台50SR 毕竟摄影设备这东西啊 它也是追不完的 每年呢都会有新东西出来 将来还会有100SR 100SR 所以呢 我认为50SR算是目前富士中画幅产品线当中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 如果您觉得啊 玩摄影就是买个相机 那可就把这事啊 给想简单了 摄影设备呢 是一个整套的体系它所涉及到的镜头和滤镜 以及配件和后期的设备呢 都要进行搭配组合 它们啊 必须得符合您的拍摄需求 并且呢 您在拍摄和后期的时候 所付出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呢 也是更宝贵的投入 在购买任何设备前呀 都要多思考一下 规划一下短期和未来长期的发展 千万别冲动消费 购买新的设备呢 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 更多的呀 是对自己可以拍出更好作品的期待吧 那么就要回归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它能够带来更好的作品吗 如果是想要通过换台机器 来达到技术上的提高 我觉得这个想法呀 短期内不太现实 那非常有可能是会出现 买了新机器 反而一时半会儿 拍不出好照片的感觉 甚至于呀 您觉得还不如您手机拍的呢 其实今天任何一台数码相机 都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日常拍摄需求 所以呀 作为初期了解和学习呢 其实已经足够了 难道您会天真的以为 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买第二台相机吗 至于家用和商用在今天呢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分界线了 谁说拍家人就不能是写真级别的 自己玩也能拍出大师级的风光作品 您说这个XT3它不能商用吗 这个GFX50S2它不能家用吗 所以呀 很难去定义 开心就好 记住您是给自己选相机 不是听别人告诉您 该买什么相机 毕竟啊 别人给您选的那个相机呢 它也不是免费的 花的还是您自己的钱 所以呢 喜欢才有动力去拍摄 去学习 用着舒服 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 对于这个中画幅的使用呢 目前我也只是短期的一个初体验 深度了解呢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研究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跟进未来的体验报告 咱们一起玩摄影 咱们一起玩摄影 咱们一起玩摄影